撬饰料颜色利用得好就会很受欢迎 今天这件三饰料 怎么颜色分布较上 最主要的就是这两块 但相隔远 需要有一个主体将它们链接起来 怎么设计才能让颜色巧妙结合 整体和弦呼应呢 诶 这次来设计一个你们女生会喜欢的 我喜欢钱 简单曲 中间的白肉做一枚小印章 两块颜色可以撬成两只立体的小金茶招财 再加上元宝和宝珠 把颜色充分利用起来 这里可以看到翠色是往里面延伸的 再翘色这一步 就要着重把更多的颜色释放出来 雕刻石把多余的白色压进去 上面一折金色的 下面这整折就是翠绿色的 这种有趣的小印章 日常使用中就像个人签名 一领注红印 美光 又好吗 这下两个颜色就刚好有了呼应了 两只小可爱好像在针中间的元宝似的 虚位性也很重要 印章也并非都是短短针针针的 但是人有了印也就有了性 我们为人处生要以成为本性 为神 我是阿聪 带你看遍妄蟲翠定制 好 润